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 我现在没退呢 我现在我退休是属于 干条富士品公司 就是原来黑路的 我明年退 那可不是你50退 明年 现在我打份公务 说那意思 上班啊 挣多钱一月 打你打你 没多钱 就还没开支三天左右 下个月没有活 也就两千 两千五两千八那样 一月休休休休四天 出场了你还上阿板 出场了你还上阿板 上班谁干活 那倒是 你问这句话 喂 110吗 这里有个哥们吹牛逼 赶紧来一趟吧 今天来相亲的这位普信大哥 真的是妙不可言 自己靠着老底租房度日 相亲却癞蛤蟆打阿倩 口气不小 张口就要养女人 大哥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赶紧进被窝 做你的霸道总裁梦吧 张大哥 今年53岁 没房没工作 外加一个还没成家的小儿子 这大早上 您上过来什么 张旗打台球的也挺多呀 是 天天都打台球的 你知道都看着游游的 平凡球 就大早上就平常来 开门就来 开门就来 我看行走 岁数大都推起舞的 大哥四十来岁时 就已经辞去工作过去的躺平生活 不是因为不差钱 而是单纯不想干活 随后赶上房子拆迁 大哥没有选择拿钱买个小房 而是租房继续躺平 每天不是六万就是去健身房 压根不济的还有个没房没结婚的儿子 基本上每天都来 刚开始这边也是断断续续的 现在觉得这活动挺好的 肯定是感觉这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不就这句话吗 就是健身呢 学习这两件事 直定赢 就像你得到好处的时间 就下岗之后也没干活 没有 没有 那咱平常那个花销啥的 花销吧 一直积蓄呗 后边吧 这房子拆迁了 家老房拆迁了 得拆迁的话 对 总共给我钱是八十多一点 靠这个积蓄吧 他得在那银行买理财 不有利息吗 一全一算也够了 再一个我 15年当然在 也待了这么多年了 也挺好的 还有两年多就退休了 指数不进吗 每年你得大概是花费 花费多些 也测算吗 能不测算吗 就是你看15年 16年当然在 就每年 就能够稍微道貌一点 比如这个 今年就是订两万块钱 就是说花费订两万块钱 结果到年底算两万三 两万四 就这么少能貌一点 等到过两年之后 开支了之后 我估计还有监余呢 大哥说了 姑姑坠地来人间 折腾不过三万天 拼死拼活去赚钱 一缕青烟到云端 人活一世 不能难为了自己 再说儿孙自有儿孙佛 不能为难自己 等我领退休金的时候 这拆迁款不还没花完呢 拆迁之后了 住哪儿啊 一直租房 现在这房也租 一个月是八百 一年九千五 这哥们心真不是一般大啊 每月靠着千八百块的利息 过着富豪都不敢想的日子 真是深嘴舔月亮 不知天高地厚啊 除了注重身体保养 大爷对穿着也非常讲究 且自信 还知道自己年轻力壮呢 话说破锅自有破锅盖 啥人都有啥人爱 了解完大哥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四十九岁 打工每月三千元 有房的侯大姐 我妈有个季母在我这儿呢 我父亲走了 然后暂时就我经过呢 父亲找到老伴呗 对 我父亲走能有一百多条 反正就我接个这儿来了 我说小红娘 那大哥配得上这位大姐吗 大姐曾经有个幸福温等的家庭 因为丈夫的依私工伤 打破了昔日的平静 大姐也不得不从小鸟 依然变成家里的顶娘柱 后来躺了十六年 躺了十多年 对 我三十 我爱人三十三 都是我公公婆婆侧婚多 公公婆婆一直 我整孩子 孩子小啊 孩子才六岁半 没有太多时间 还得整孩子 还做生意 最近妈得生活 维持生活 哎呀 就都互相那么将近 公公婆侧婚 往一月回去一趟 如今丈夫已经去世多年 唯一的女儿也成家里业 大姐就想找个黑衣套的另一半 她是过完下半生 我现在对方 最近妈得有个退休金 然后有个住房 你就住那 最近妈得有个房子 如果对方没有房子情况下 哪怕就是 那这后话要真诚的 把我这房子卖了 然后添点钱 两个人研究再买 咱得两时一听 这样住起来方便一些 我是这么打算的 哎妈 二婚还想着两人掏钱一起买房 大姐 咱是下象棋把妻子吃了吗 咋还一脑袋泡呢 建议您见到大哥 不要冲动 这哥们别看长得穿得有模有样 实则可是被扶不起的阿狗 这是影像 你好 这是影像 女儿是感觉还行 第一眼圆行 真行 相中了 第一印象绝对相中了 两人见面后 对比死的演员都算满意 当了解到大姐前半生 为家庭的付出 大哥更是伸出了大拨指 这屋我跟我姑娘住 我父亲走了 我继母现在暂时在我这 暂时就是 我也接过来 我父亲走一百多天了 然后继母跟我父亲过了四十年 现在我咋的也得管他 挺孝顺的 就我一直 因为我跟他们都非常好 我说了 我这 这跟那个 他们也说 我说凡谁不管 我得管 因为老人有推油紧 说白了 就是吃口饭吃不了多少 这个得点赞 就是咱丑的也是属于那种 咱们中华女性们 应该说都做了 这咱得给你点赞 真事 不是哥会说 真事 这是讲话的 私父前夫 老公也好 什么 寄屋也好 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一个人 你必须是这种人品的过满 虽然咱觉得大哥配不上优秀的大姐 可情人眼力出息之 大姐却对这位牛粪堆上的蘑菇情有独钟 那完了没干啥 没上班 没上班 就等着退休了吗 等退休 那那怎样待一年多了 两年多 哎呀妈 从15年待到现在 15年初 那你没上班 靠啥生活 靠着这天上班 暂点 暂点 完了暂 把那个就是对我家房拆了 16年给拆钱款 拆钱款 那没再买房 房子我心自己吧 一个人找 你就没有 就是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那现在家常租着呢 现在租房子 那你不能总租房子 租房子 搬来搬去 我感觉 就是不是家似的 明白 因为啥 我这一个女孩是不是在长春 我那意思 咋得在长春 那有个家 因为这房子也小 那就后话 出好了 何止说 我就说那意思 上上来 可以 就哪怕就说 我说啥意思 就把我这房卖呢 然后 这后到一起的 咱就 就是说 你拿点钱 然后买一个大房子 我听她一说话 我就知道 基本非是她性格的 她非常爽快人 那是 那有啥的 那干净 哎妈 这哥们就是三斤半的鸭子 二斤半的头 就上嘴了 咱这是乡中打了 眼看大姐已经上到 大哥立马乘胜追击 艳口唾沫继续吹 你是哪一单位推球的 我现在没推呢 我现在我推就是属于 干条富士品公司 就是原来黑路的 我明年推 那可不是 你五十推 明年 可不是吗 上啥班啊 在咱们大东北 最不缺的就是西北风 到时候俩人一起张嘴 使其喝呗 此时已经陷入 爱情漩涡的大姐 也开始畅想起 两人的幸福生活 一时住行 可能还是不缺呗 不差那几个钱 那你自己有自己安排 那就是个人个人的生活 上不上班 互所谓 我要是过婚后 我也不想上班 这是她说话 爸爸几个点位 意思 她就明白啥意思的 我们说的挺清晰 基本上 你要该问问我啥 你就问 那你以后 对 想两处 想两处 想中 那对 那对了解了解 最终大姐 避坑失败 希望早日清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 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一见 他一眼就认出了他 你好 还是你吗 是不是上次咋回事 上次他也是来相亲 然后我们俩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对他没有感觉 不死心 他还想再争取一把 第一次没成 第二次再见面 有可能就带龙瓦丽吧 就是 注意看 这个大叔不一般 我就想再追你一次 今天的相亲很精彩 我们一起往下看 天哪 是李贵霞 李姨是吗 你也好漂亮啊 李贵霞 62岁 丧欧 她的退休金每月只有1200元 而她的住房面积也只有60平米 然而她并没有被生活的压力压倒 反倒是坚强的面对 她的独生女已经成家立业 然而她依然自力更生 过着自己的生活 姨 这是头发啊 装啊 啥的 是不是今儿只能见我 咱特意守着的 我羊毛头发 不是烫的呀 不是 那咱这个 睫毛肯定是 睫毛是姑娘给长 你不瞒你 你那个要上边试了 你看我一看 这个睫毛啊 指甲呀 就是为了睫毛一见面 然后才特意整的 是不是 谈起她那无与伦比的 孝顺和优美的礼仪 多少人心中 早已泛起无尽的感动 她坦言 没有女儿的坚定支持和鼓励 她可能还无法踏出那一步 背着我 我睡着了 她拿我手机 以我的身份 给我报的 为啥呀 哎呀 她就是 担心我呗 怕我有个三长两短 因为 她走了以后 我这四个月 睡不好觉 你看我脸特别暗 原来我不是这么暗的 原来我脸挺白的 这四个月 就是一宿能睡 两三个小时就 对了 然后一到黑天就害怕 就这样 完了她就是 担心我有个三长两短 然后她跟我说好几次了 说的 妈抱一个这个 节目这个 找一个吧 门从音搜不出来 李仪给红娘揭开了 自己最近的心路历程 四个月前 她的丈夫离世的消息 震惊了全家人 深感不安的闺女 为了缓解母亲沉重的内心压力 帮她报名参加了一场乡亲 她希望妈妈能早日走出困境 找到新的伴侣 找一个珍惜生活 珍惜感情 对家庭负责 然后有条件的话呢 我们可以到处去玩一玩 因为我身体也可以 两个人好好地走完 有限的生命了 真的 是金光哲基础吗 对对对 哎你好你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 是来自吉林市的金光哲 今年已经68岁 一生力竞离异 她的退休金为每月3000元 但遗憾的是 她没有自己的住房 虽然已经年过六学 但这位老者依然保持着 工作时的刻苦和勤奋 一直在为自己和家人 寻找更好的生活 她的坚韧不拔 令人感佩 这一段故事 就在金书的一句解释中 揭开了谜底 他们割仨后置的房子 在一栋楼上 后来金书 售出了自己的房子 哥哥也出国闯了 所以这两年间 金书就选择将家安在这儿 帮忙照顾这个家 此时已是年末 弟弟全家计划回家 金书心甘情愿的掏出2万元 帮忙翻新了房子 三段婚姻 对 第一段婚姻老伴上南韩了 离婚上南韩 人也成家了 第二任老伴我们以后到一起的 就这么到一起过了18年 然后他有病去世了 这个老伴去世了以后 隔了三年以后 在咱这个中介 婚姻中介集定室 在那个人给提一个 差17岁 他就愿意跟我 他比你小17岁 差17岁 13号 在婚姻提完以后 我们俩就见面了 见面以后 隔一个星期还不太到 6天吧 他就张了要登记 我以前这女同志要张了登记 我也没啥说的登呢 金书 这个原本伶牙历史 即是过人的男人 竟然也有为情所困的时刻 值得欣慰的是 当他在登记第二天 遭遇了一件 让他瞬间回神的事 第二天 他就提出来 你怎么都买房 意思是要我买他的房 他丈夫去世了 意思是这房子 你买了 我说我买谁都要 买你就可以啊 但是你过户就行 还保证过户 就转账给他了 给他完以后第三天 我说咱去过户去看看去 这就出现问题了 发现他这房子 他前夫的过不了户 那你不是骗我的吗 所以我就要求叫他 把这个装修款退回来 他就不退 然后就起诉离婚 然后就起诉离婚 然后就一拖再拖 经历了一次失败的相亲后 我们的金书 再也不轻信东介了 他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到了本次相亲上 这个我希望对方是什么样呢 第一个是上吼的优先 第二个是有女孩的优先 尤其是有儿子的 没结婚的 或是有多些机会 叫我帮着还账的 一概都不考虑 我呢我自己承认 我自己是个真正过日的人 我希望另一半呢 也是过日的人 只要他是正常过日的 我负责他到一切 什么到老了有病呢 到老了我全都负责 我有这个打算都难怪了 还是你呢 还是他 怎么可能叫还是他 之前的相亲节目 再来的也是他 刚才 那边把俩见面 一说说 那姑娘同时抱了两个相亲的 然后那个速度比较快 然后当时领的见面 就是这个说 第三天就来了 就来路来了 路还领一个男的 你给没给他介绍什么头吗 这个故事的转折可真是戏剧话 你知道吗 李怡之前提到的 那个他曾经相亲的对象 就是你面前的这位金叔 这令李怡大吃一惊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两个人今天 居然又以相亲的名义相见了呢 一开门就认出来了 是不是上次咋回事 上次他也是来相亲 然后我们俩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对他没有感觉 一点感觉都没有 之后我也跟他讲了 就做个朋友得了 距离上的想起多长时间 半个多月了吧 半个多月 嗯 说刚过去半个多月 那你刚才到楼下的时候 就是你 你不应该想起来 你半个多月之前来过吗 我感觉不是这个 这个当时就是那个 反正就在这里头 那哪不是我的呀 那我也没形成在一个 你没形成同一个人 没形成啊 你以为是没准 就刚巧也住在这小区吧 对对对 不是什么啊 刚才我记得在楼下的时候 我就问你 我说这条街你来没来过 你说你不常来 对不对 对 咱这 这什么老北关休闲广场 是不是啊 对这熟不熟 这点不熟 一点都不熟 这点很少来 确实不熟啊 但是上海来 就领了以后 我就根本就不熟悉这边 所以你不觉得来了之后 你不觉得这个道 这条街啊 这个小区 一点都没有熟悉吗 没那么想啊 半个月前来的时候 这地方也没装修过啊 根本就和以前那个不一样 说话我就没玩那么形成 你就没形成是同一个 对啊 那个节目也不是这个节目 我就形成没形成 你就形成那个酸性节目 就是最好的是你俩 都换一个酸性节目了 那咋 他不能介绍同一对 对对对 不能介绍 那只能说明 你俩确实是真有缘呢 金书直呼 半个月前 他确实曾到过李仪家来乡亲 但是他生成对于李仪所在的 这栋小区 其实记忆不太清晰 然而李仪对他的解释并不买账 他怎么都来过这个门 你怎么就不记忆的呢 他上次也是0秒 怎么知道 也0秒才来 上次也0秒才来啊 你怎么来呢 那么只要给孩子拿去了 我喝不了 上次您的 是这孩子吧 就是这个 一个这个 一个水泡脉 场景重现 见面里未变 相亲流程似乎都一样 但是李仪却忍不住想问 这样的M牌 是不是被金书主动促成的 按照金书的说法 他并不熟悉 李仪所居住的小区 但红娘在M牌 第一次见面前 明明已经看过李仪的照片 这一切让李仪开始怀疑 金书的坦诚程度 究竟是多少 难道只是表面的敷衍 说 你没认出来吗 你看我之前 我给你发过的照片啊 他本人吧 他照片不一样 他也是属于艺术照 是不是 完了还是个大进脸 是不是 那我要是给你发一个 他全身的照片 你没准是不是就能 对呀 你换个 不是这个照片 我怎么都能认出来啊 他就刚才没说实话 你要是给他发全身的 就他看出来 认出来是我了 他也不死心 还想来再试一把 看看有没有那个机会 他上次他跟那个 红娘也说了 他看中了 他跟红娘说 这个女士挺优秀的 他跟红娘这么说 李仪坚定的相信 他自己的直觉 就当金书 踏入他的视线的那一刻 他敏感的嗅觉 已经感知到 他的内心波澜 尽管金书 一直在试图掩饰 李仪并未对此轻易妥协 他紧追不舍 地直问他 直到金书 无法再强装 承认了对他的 李仪的身情 眷恋 这是发生在 半个月前的相亲后 金书便无法 克制对李仪的思念 他明白自己 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 只希望这份爱 能够得到回应 我也有点小心 当时被跟红娘讲 就是讲 再争取一下了 讲再争取一下了 原来是 哎呀 说 你看我就说嘛 我说刚开始 你说你没认出 就是你没记起来 我还真信了 但是你一直说 你说的 那不可能 对没好意思说 没好意思跟我说 你得跟我说实话 我就希望的 喜欢这种女人 既不打 不抽烟 又不喝酒 又不打麻将 又不跳舞 我就喜欢这样的 我现在真诚的表现表现 让他再了解一下 红娘的巧妙 安排自然是巧合的一部分 然而今天的相亲并非偶然 她背后隐藏着金叔的小算盘 再次相见 再次点燃希望 金叔明白 这是她倾注的心血 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真的挺好 我那个感觉 我要是要是 认为要是 能跟她走到一块的话 我很有把握对她好 但是我这也 你是不了解 优点 就是会过日的 然后呢 能吃苦 维护家 就是过日呢 就是一般 也是根本就比不了 因为我这条件点呢 我人品点的呢 其实吧 我能理解 因为啥 站在她的角度 感受一下 能看中一个人 挺不容易的 我能理解 但是呢 这个我不东西 依旧不东西 那你不觉得 这个缘分挺奇妙的吗 那也就是个朋友的缘分 那也就是个朋友的缘分 虽然老天爷安排 我们的巧合 那也是就是 朋友的巧合 好像没有婚姻 那个缘分 行行行 你人是好人 你很真诚 我能看出来 也许你还能找一个 比我更好的 我祝福你 行行 同样 我也希望你 找个更好的 总的说 对你有好印象 想再努力吧 这就算不留遗憾了 对 李懿再次坚决拒绝金书 金书也决定接受现实 他毫不留恋过去 或许这是命运的安排 让两人在今天 这段偶遇中得到解脱 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这个你拿了 我坚决不留 不行 这才是你留的吗 坚决不留 上次我已经走了 快拿了 拿了 拿了 如现在肯定想了 我就来了 我拿两箱奶回去 会不会让观众觉得 太酷了 对对对 听我这么小的时候 不会 当着这个 所有观众的面 是我不能留 这个礼物 别人这个姨 心里有压力了 好不好 行行行 好不好 不好意思了 走吧 那他走了 慢走大哥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失败 好了 老铁们 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笑说鱼的 请关注不迷路 长按红心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最大的遗憾 就是那时候还没考试 不知道 你最近也不大 买个那个电影器 就老头嘛 看那个开那个没有 啊我看到那 四轮那个 现在正年纪念 我刚才 还开 那你说是那边 买那个电影车 笑着大妈来相亲 看着大爷 两眼发光 不但主动换房买车 经济大权 也是全部上交 究竟是怎样的大妈 能让大爷如此疯狂 天空一声巨响 大爷闪亮灯场 都说银靠一装 马靠矮 有没有私利 打开衣柜就知道了 红娘打开衣柜 也是愣了一下 这娇皮大衣 都两件打底 看来大爷这实力不数 雕整俩 那个有点肥 我就买个小一点 平时就愿 愿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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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花钱 花钱可通过了 花钱高兴了 高兴 那能不能攒住点钱呢 多少有点 那没点充分 这那时候 天天就夜了 那花钱是不是 也得真花在那高兴呢 反正都花这个家 那比如说平时给自己 我最爱吃也吃完 大爷这是人老心不老 别看年纪一大吧 那也得把自己 熟知得利利所所 其实咱大爷年轻的时候 就爱打扮 现在年纪大了 但是这爱美爱打扮的习惯 可是一点都没改 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 大爷心中早有了主意 这在找老伴有没有什么要求吗 没什么要求 你有医保任 别的不要求 其实你对年龄这块 其实挺有要求的 年龄得60岁以下 太大 你不能找事 太大了 咋的呢 太大了 我也不一定 很重要 很根据演员 就是说白了 想找个长得年轻的呗 对 丑的都别扭 你咋生活 年纪大的不能早 还得符合自己的演员 否则一切都白谈 咱这妖产万贯的实力 想找个年轻妄美的媳妇 不是也很正常 天空两声巨响 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上班上班时间 哎呀 我这是这些年 一直都没听见 一直在上班 说以后有个老伴稳定了 那还能再上班的吗 那就看看吧 是不是啊 看看俩人处到哪呢 你看看这男的 贪不贪财呀 你心心贪财 你得上班吧 我借得上班 是不是啊 人家男的说不贪财 说你别干了 我能养得起你 那咱就不干吧 那你自己 自己更偏相于啥样啊 哎呀 咋说呢 人家还是愿相辅 是不是 人家嘛 到今年段了 子定式了 给人打工吧 受人管制 是不是啊 总害怕人家说咱们 个个都自觉 害怕人家说 对呀 你要个人呢 就是不上班了 你个人音信啊 没人说没人管呢 在人家 害怕人家说 就得行 好好干嘛 别人音乐 说咱们 就是这么想的 这要找个老伴 咋着也是自己家 也自己的 对呀 错好了 都想过后半生 他妈辛苦 打工了半辈子 如今也只是 靠着卫博的工资 过着紧巴的生活 现在只希望 通过相亲 找到一个饮品好 经济条件好 愿意养着自己的老头 爱马 大爷一看到大妈 笑得嘴都喝不上了 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说起自己的爱好 大爷也是坦言 自己爱吃 爱花 其他啥都没有 大妈听了 也是相当满意 毕竟咱大妈 最讨厌的 啥钱跳舞 大爷是一样都不赞 这没聊几句 大爷就把自己 这四千块的退休金 全都吐出出去 甚至还主动上交了 财政大权 真是小马酸在大树上 牢靠得不得了 哥哥哥 你最爱好啥呢 我最爱好 放几句 花钱 别的呢 别的没啥还好 喝家愿意停车 耍钱的 不会 不玩的玩的 那真挺不住的 但会 但不玩 跳舞呢 跳舞 那你不用问我了 不良嗜好没有 喝酒不喝 抽烟不抽 那真挺不住的 我就是挺讨厌啥男人吧 就是说的 第一是耍钱 第二呢 就是说是跳舞 我这人特别守 就没啥好 像你是这 也爱逛街 对 那我爱吃 爱吃 爱吃 爱逛街 爱花钱 花了钱先当高兴 是不是 好像这俩有点 有点共同点了 对 就花钱 我跟我妹子 我说花了钱吸得很痛快 大哥你共治多些 四千四百 不足 还行 围着自己 没有提 够用 那在围着个老伴呢 那还好办 四人家说你个儿维持完了 到时候我这咖得很尴尬 你弄的 工资交给你 你咋活 你咋活咋活 但是呢 不能花帽 那个玩意吧 这在过日是吧 不能说是瞎花 得有计划 是不是啊 随家过日都有计划 你这一月花多了 你下月就少花点 反正我这四千多块钱 你张得花 你把这一月四千块钱 肯定花不了 这在我 我军是有计划的 不得提回来的 没想法 你就是让我四号就行 必须得四号 大妈这边还说要攒一点钱 大爷那边就信誓旦旦表示不用攒 看来咱大爷也是家底深厚 不言也不会这么豁达 果不其言 大妈还没说什么 大爷那头就率先提出 要换个大一点的房子 这边房子的事情还没说完 大爷又开始计划买车的事情了 这年轻人结婚 才考虑买房买车的问题 到了大爷这里 即使是二婚 即使已经年过半百 这该有的保障 咱也得有 有吗 不会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 那时候还没考上桌 你说这个不大 买一个那个电瓶器车 就老头 看着开那个没有 我看到那个了 四轮那个 那边没多两点 你这个你能开吗 那个我估计应该开了 电瓶车我会提 我现在正联系呢 我刚才还可以开 你说是那天 买那个电瓶车 那就是 干啥现场就要买车呀 不是不是现场买 这研究好连的 你不想 获得付款 我跟她说获得付款可以吗 藏家呀 你看这不说 这是完了咱俩再研究 咱俩要成功 研究你先种啥样的 以你为主 以你种认为主 但是你必须得会开 你是家有啥事 连我要出门 或者是我有个天天兵院 太要确定了 你太确定了 人都得会开 是因为要找老伴呢 所以才讲买 不是 跟这没关系 就讲自己买 对 跟这没关系 这事我听了 大爷可不是说说而已 人家都已经看好了房子 随时都可以下单买的 碰到大叔这样的 谁能不迷惑啊 都说动嘴 那叫哄 动钱那叫丑 动嘴又动钱 那才叫爱 看来咱大爷这次 真是遇到了真爱了 真是误鬼伴走赌 憋不住笑了 大妈看到大爷 如此豁达阔气 也是打心底的感动到了 大爷那边 却是嘴硬心愿 自言自禁 原本就有这样的打算 绝对不是为了大妈 才好几千斤的 大爷 你就别解释了 从见了大姐之后 你这嘴角 就没有压下来过 这真是过河碰上百度的 这不巧了吗 还要承认准备 还继续干呢 看你的想法了 能取一切 还想不成 对 我这些些说的一说的 那我希望你再处于这么多 那我就找这老伴没啥意义 我就说实话 是不是啊 我也不能找这样的 真是啊 那我还不过我自己了 你看我自己挣钱 我自己花 还可以找这另一半 我还得送他 我还得出来奔波去 那我增加我的劳动量呢 我没有退出金 我这么想 我只能告诉你 我也不想要你 你要多钱我不管 我也花不着 我也不要你 你自己留着 你个人乐看好看 我管不着 你就花我自己玩这的 我找这一碗 我也这么想的 既然说是 我就找去想结婚的那种 不是大伙伴是 不到你家想的 必须的 对呀 不登记我 咱们说是吧 不登记我干什么 不登记不登记我 我怕骗 对咱 我也是这么想的 咱也别说是一婚二婚 一婚过得好为啥离婚的 就是二婚也好 说起两人对未来的鬼话 大妈直言 想找真心 是一结婚过意子的 大爷一听 乐呵了 我这也是这么想的 两人意见统一 就是要夫妻手牵手 余生一起走 红娘真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人家大爷买的房子 凭啥要加大妈的名字 虽然大爷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心里指不定不乐意呢 大妈也是立刻打蛇水赶上 自言大爷说到就要做到 这既言说了要加我名 那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红娘这一句话 可是给大爷挖了好大一个坑 不过他们两个自己乐意 啥都好说 好了 今天的相亲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看老年人相亲视频的朋友们 上点关注下点赞 幸福与你常相伴 你说你拿出来多少 你能拿出多少 就是咱俩共同生活 你就是把 就是我就能拿这些钱 咱俩的生活费 啥都包括在内 你看你行不行说我 我看你这个事我提出这个意见 你咋想 我听不明白 大妈大爷来相亲 张口先把钱来谈 大妈想的多要点 大爷跟着把架回 你俩这是把相亲挡菜市场 老年人相亲各种各样 奇葩事件绝不重要 老铁们两个赞 咱们借着往下看 天空一声巨响 大爷闪亮登场 看到红娘到来 大爷也是忍不住 诉说起自己的血泪死 就连厨房都差点失火了三次 不过咱就说这大爷 运气还挺不错 虽然三次都挺危险 但是这火 硬是没烧起来 不过这也让大爷明白了 自己一个人生活 还是不可以 还是需要找个老伴来陪 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 大爷直言 咱不是那外贸协会的 只要对方 能关心包容自己 拥引自己的小爱好就可以了 大爷这要求 说高也不高 红娘很快就给大爷 找到了四合的大马 天空两声巨响 大马闪亮登场 这真是玉皇大帝作媒 天作则和 大爷想找个 跟自己合得来的老伴 大马直言 自己大胆咧咧 不爱计较 说起则和标准 说起则和标准 也是希望能找个脚塔实地 老是本分的男人 这跟大爷不是不谋而合吗 既言这样 红娘也是立刻安排两人见了面 两人一见面 大爷直言大妈长得太胖 自个人没有演员 你这之前不是说只要演好就行吗 可没说演员的事情 这怎么见到人呢 只要我标准 还跟着变了呢 经过红娘的劝说 大爷总说愿意坐下来聊一聊 这头红娘 刚哄好大爷 那头大妈就拉着红娘说 这大爷跟照片上的长得不一样 个头太矮 都没有自己高 不是你之前也没事说演好就行 咱的现在也变卦了 好在大妈确实不太在意外在 还愿意跟大爷坐下来聊一聊 两个人一坐下来就聊起了未来的鬼话 大爷直言虽然自己每月工资只有三千 但是大妈来了之后自己吃喝全饱 对于这个答案大妈并不满意 这生活可不是只有柴米油盐 咱还得美容养盐 就看你承担得了不 这是和尚进了尼姑啊 属实不妙啊 两人打了半天太急 硬是没把主要的问题 搬上台面 大妈说了半天 大爷愣是一个字都没听懂 别说大爷不懂了 红娘也是一脸猛圈 直言大妈心里咋想就咋说 大妈先头说着 夫妻要同心同德 下一秒就要大叔交出家里的财政大权 我咋记得你前头说的是自己大的咧咧 不爱计较来的 这不计较都这个样子了 要是计较起来 大爷不得连裤衫子都不剩了 大妈的意思非常明白了 大爷每月要给自己两千五百元 由自己完全支配 虽然大妈嘴上说着不用拳打 但这也没给大爷剩多少啊 大妈这边条件已经提出来了 那大爷那边又是否能够接受呢 真是端无解吃重的 极大欢喜啊 大妈那边要求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的 大爷这边也是立马表示自己不是小气的 子丁会有一些表示 咱看这门亲事也是抹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 大爷前头才说自己不是抠抠收收的 后脚就说两人不合适 这不还是接受不了吗 既然如此 咱就不能胡同里赶租 直来直去 非得这么拐弯抹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看老年人乡亲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再走呗 找年轻的绝不是性生活 我性功能已经严重衰 跟我儿子我都说了 爸爸找年轻就是能多伺候十年 二十年 这样呢能把我伺候死了 咋的 现在的老年相亲都这么直接了吗 就在相亲现场 大叔直接提出要求 让阿姨必须得伺候他 那阿姨究竟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刚刚见面 大叔对阿姨还是很热情的 但阿姨一转身 大叔竟直接做出这样的动作 对于本来就相中自己并从大老远来的阿姨 大叔还是抱着非常大的希望 一见面便从头到脚把阿姨非常仔细的看了一遍 可看到阿姨驼背的背影时 大叔禁不住的伸手去试探一下 确认阿姨确实驼背时 明显能感觉到大叔是非常失望的 对于自己驼背的事 阿姨也没做过多的解释 接下来大叔开始介绍自己 我祖居红旗能场 红旗能场 就送上前边那个红旗能场 在吉拉兔 吉拉兔香 全国县往南第一行就吉拉兔香 吉拉兔香 往南大山香 八一年钓的西庙吗 他上过路了吗 钓西庙 西庙中学退休的 听完大叔的一番介绍之后 阿姨也主动的介绍自己 我一开始吧 分配大兰二种教育 但是赶个好机会 教育局 钓营就把我钓到大兰县教育局 阿姨的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大叔却开始焦虑起来 几次半吞半吐 最后竟直接把阿姨的话打断了 对于大叔的发问 让阿姨觉得很不爽 接着他直接的大叔 你说这话 我又想 我为啥伺候你呢 你不能伺候我吗 咱互相伺候不行吗 一句能不能伺候我 把周阿姨气得够呛 而大叔也说出了自己 刚才为啥说那句话 就他这个 把他讲他这个履历 就不是伺候人的那个底子 对于大叔的表现 阿姨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他想要长的老性 他要长的小闺女 他要找年轻的 接下来 大叔的一句话 直接验证了阿姨的解读 刚刚见面几分钟 大叔的一句话 就直接把相亲给打断了 本来就已经让阿姨 感到非常不满了 而接下来 大叔再次提出 谁伺候谁的问题 更是挑战了阿姨的极限 就这个问题 阿姨要跟大叔好好理论一下 伴都是老伴 这个伴好好理解理解 不是说是找奴隶 也不是说你必须伺候我 我必须伺候你 没有这个概念 是不是 我找老伴 啥意思 就是伺候你 就不能做范围 那你就那么多钱 你再过去伺候你 那不也行 不说了 现在我跟你俩吧 就算告别 就现在你这个态度和举止 已经不是我的要求的标准了 没想到大叔还是毫不让步 而且他的火气更大了 他不听红娘劝导 大叔对阿姨说 他只想找个不要钱的老伴 而且这个老伴必须得能够伺候他 如果伺候不了他 那他宁愿花钱找个人来伺候他 阿姨不再关心大叔的这些无理要求 因为当大叔说伺候这两个字时 阿姨就已经知道 眼前的这个老头 并不是他想要找的那个人 大叔依然不断地继续输出 大叔我说你来找老伴的 确定不是来找免费保姆的吗 真是小刀拿屁股开眼了啊 究竟是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 接下来大叔的这番话给出了答案 我上中介花两千找一个老伴 这就成了 两千 就得了 你去中介花两千找的那不是老伴 那是保姆 但是他本人承认那都承认就是老伴 他不管承不承认 但是从从那个意义上 你既然去中介花钱 你知不记得之前你跟我说过 你说了对不对 你说老伴之间是不需要给钱的 但凡只要拿钱给的 那就叫你老的是保姆 那不叫 原来是中介那两千块钱给了他勇气 把阿姨和红娘都整不位了 最后阿姨只能送给大叔这样的话 你愿意上哪找上哪找上中介 你我们这个单位你送 我送你 于是阿姨决定马上回去 大叔却还依依不舍的样 送送你嘛 就是要送送你 缘分 缘分 见面就是缘分 行 哎呀这个机会要珍惜 好 大哥很珍惜 行行行 行了行了行了 嗯 时间 而阿姨的脸却始终扭向车里 不愿意再看她一眼 对于大叔想要找个能伺候她的老伴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夫人 赐红老头 中国 古今 天天第一 老年人相亲有多直接 说出这句话呢 曾经是一位人民教师你们敢信吗 这是个山顶洞人吧 啥年代了还能说出这个话 大爷这属于屎格浪带面具 臭不要脸 大爷说了 他要找个小子几十岁 二十岁的 就是为了能多伺候自己两年 大爷表示之前去五八同城找保姆 中介要收两百块中介费 大爷一想着不行啊 兜兜转着发现这个乡亲节目不花钱 立马就打了电话 不要钱的 我就不想要钱的 啊 你看要钱的更不好 不要钱的吧 感情深厚 不是金钱万能 感情啊是无价的 建立起来感情 不要钱才好呢 那才能在一起过日子 这大爷估计有不少人能认出来 毕竟张大爷也是老年相亲的常客 相亲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了 愣是一个都没成 大爷呢把没成都归功于大妈妈不识货 大爷呢也是放出狠话 花钱的一律不要 红娘这时表示 有位大妈打电话相中张大爷了 大爷一顶尾巴更是翘上天了 他识货 我相信他个白城能看着 能跟我有个演员 而且相中我了 我表示赞赏再赞赏 感谢再感谢 没看着没见着面 他就他就有这个态度吧 我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很有水平 值得我 爱值得我追求 我们先看看是哪位大妈这么想不开 周大妈七十八岁了 每个月将近四千的退休金 房子六十平 看这个介绍大妈条件相当可以 怎么就想不开看上了张大爷呢 大妈这时就说了 我说大妈 你这话说的太早了 大爷纯纯把老婆当奴隶 当不花钱的保姆了 要不怎么能说出找老伴 就是让他伺候自己这话呢 大妈说了自己不图钱不图啥 就是为了找个伴 看张大爷文化程度可以 大妈自己也是教育业的 两人应该能聊到一起 这两人刚见面 大爷就上下打量大妈 开始嫌弃大妈驼背 要我说大妈素养是真的高 听到大爷这话也不生气 这时大爷又开始卖弄自己的经历 红旗能场 就松原前边那个红旗能场 这吉拉兔 吉拉兔乡 前国县往南第一乡 就吉拉兔乡 吉拉兔乡 完了大山乡 81年调的新庙吗 这上回路了吗 调新庙 给新庙中学退休的 一开始吧 分配呢大二种教理化 但是呢 两个好机会 教育局呢 教育局呢 教育局就把我调到大一县教育局 安广正缺妇女主任 不休把我调到安广正 正好 又是缺 缺数学老师 你又说过五官斩六将 不说不买成 问题怎么能够伺候我呀 大一县这哪儿行啊 你这经历把我都比下去了 我这联邦哪放联邦打断大妈的话 实际的 那你说这话 我 我有想法 我伺候 为啥伺候你呢 你不能伺候我吗 咱互相伺候不行吗 我们现在这第一句话 造成那么小话 哎呀 还伺候他 你他妈要伺候你 你叫保姆去吧 我告诉你啊 就他这个 放他讲他这个履历 又不是伺候人的那个底子 我告诉你 归根结底去皇上 他像我长的老姓 他要长个小姑娘 他要找年轻的 他要找一个年轻 他不好意思说 哎 年轻好 当然年轻我 我年轻好吧 我没有别的想法 我告诉你 我找年轻的绝不是性生活 我性功能已经严重设计 跟我儿子我都说了 爸爸找年轻 就是能多伺候十年 二十年 这样呢 能把我伺候死了 我给他留下一笔资金 反正让他上敬老院卡 我九十多岁 是我不伺候他 但你九十多岁 你得伺候我 要不伺候那不就完了吗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年龄段 找老伴都是老伴 这个伴得好好理解理解 不是说是找奴隶 也不是说你必须伺候我 我必须伺候你 没有这个概念 是不是 对 我找老伴 啥意思 就是伺候你 嗯 就不能做范围 那你挣那么多钱 你再过去伺候你 那不也行 不说了 现在我跟你俩吧 就算告别了 就现在你这个态度和举止 已经不是我的要求的标准 各位 大家看看这个口型 大马说了句啥呢 这个词啊 这个词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伺候 夫人伺候老头 中国古今天经第一 你看你夫人你不得伺候老伴 那不得伺候吗 大哥那叫照顾 那不叫伺候 那就变相说法 照顾啥呀 照顾和伺候是两个事 那你伺不伺候他呀 你伺不伺候他呀 我咋伺候他呀 我不能伺候他 因为我不能 我不会伺候人 我上中介花两千找一个老伴 回来就伺候 两千 那就得了 大哥你去中介花两千找的 那不是老伴 那是保姆 但是他本人承认 您那都承认 就是老伴 他不管承不承认 但是从从那个意义上 你既然去中介花钱 你既然你知不记得之前你跟我说过 你说了对不对 你说的老伴之间是不需要给钱的 但凡只要拿钱给的 那就叫你找的是保姆 那不叫老 这大爷真是带着算盘进棺材 死也要算计 估计大妈后悔死了 这么个大爷还大老远来相亲 这就是大爷其中一期相亲 下期我们还是这个伺候大人 欢迎大家收看 这几次住行 两个人住还住不了 为啥呀 那么回事 这不现在做他名 完了我这么一个人住行 俩人住他不干 就这么回事 我这实话实说 老年人相亲有多直接 长按视频点赞触发强烈推荐 大爷手握专利来相亲 张口就说自己一年能挣个上亿 结果红娘一问 连着自己名下的房子都没有 大爷姓沈 沈大爷今年68岁 每个月养老金3100元 红娘还没进屋 大爷那是迫不及待的 就提起自己的专利证书 大爷是退伍的 退伍以后大爷就在一家国营企业干起了前工 工作至于他发明了海洋捕捞机 大爷这时候就说了 自己研究这个是因为一次海边之行 想起来 你又不是在海边长大了 你怎么能想起来 我有个同学吧 叫罗里友 他 那个 91年 因为我到大爷那边有个营成的 到那赶一回海 那时候都是用那个爬楼草 那爬不得你知道不 把沙拿完了 那个沙先趁底 还想不就在沙点是吗 玩笑戳戴眼戳的 或者是铁丝戳的 这一戳完我都是离装 他那什么 最多的时候他是捞 湿了袋 那时候四五块钱一斤 湿了袋你算挣多钱 那时候91年那时候也是钱呢 钱也湿了 发现商机了是吗 对啊 大爷发现这个商机以后 回家就开始着手研究 他花了二十余年 使用了二十万元 终于研发成功 也获取了专利证书 虽说现在东西是有了 但是没有资金运转 这大爷就想着到处拉赞助 大爷的说法是自己只要有资金 他就是第二个马员 大爷称他拉赞助的期间 有人花七百万买这个专利 他没有同意 具体真假我们也不做研究 大爷为了这个专利可付出了不少东西 前妻看到大爷二十五年不务正业还投入二十多万 经常跟他吵架 后来两个人离了婚 孩子也跟了前妻离了婚 大爷那是如鱼的水 终于没人管着自己了 现在专利也拿了 大爷想着找个老伴给他帮忙 大爷的要求就是女方必须要有失业心 长得还得好看 一个养牙第二他想干点事业 完了想干事业的人 我因为他脑花指定能够用 虽然大爷说他一年能转一 但是我们都只是听听就好 可是没想到啊 竟然有大妈当真了 陈大妈今年五十四岁 大妈那是没房没车没退休金 看到大爷说一年能转一个亿 那眼睛都直了 直言就相中大爷了 这个陈大妈急过一次婚 前夫那控制欲非常的强 陈大妈每天必须要在他的身边才行 如果大妈出门超过一个小时 那前夫各种电话短信是一个接一个 一直到有一次 大妈给客户留下了电话号码 被前夫知道家暴就开始了 不光前夫是个神经病 婆婆和小姑子都脑子有点问题 也不愧是一家人 经过三人的折磨 大妈精神都快崩溃了 哪怕精神出祸都要离开这个家 就因为这个原因 大妈现在是没房也没退休金 现在就想找一个家 听起来大妈是个可怜的人 遇人不输 红娘赶紧给两人安排了见面 刚见面 大妈就直言大爷 就是他下辈子的依靠了 大爷爷表示很有演员 两个人可以多接触接触 这个就是神经病大哥 你看看着他 看着他 陈凤云 是的 陈凤云 你好 你好 本人比照片 还感情历寂精神 本人一看就是普世人 善良人 是我想理想中的人 长相基本能过滑 咱这么说 这个人就啥 咱长得也不好 你看小眼睛 哈哈 这个人我要跟他过下半生 我初步感觉啊 就是让我心里踏实 第一感觉能让踏实 沈大爷也是主动说起自己房子的问题 房子是前妻的名字 如果大爷找到老伴了 前妻不可能让他们俩住房子里 房子咋回事呢 你要先把我俩去查 离婚完了房子没算 也没说谁的 但这个房子他也卖不了 我卖不了 就这么回事 大妈一听这个情况瞬间不乐意了 大爷一看心中女神心里有想法了 立马给大妈介绍起自己的专利证书 大妈一看傻眼了 他这个只是研究出来了 具体也就是个图纸 行不行还想说呢 你说你这个一年能赚一个谁信啊 大妈也不是好忽悠的 这个就是你研究那个基金的全图 他只是个研究出来了 研究出只是他没成形 没做实体呢 这个实体也实验成功了 就这个成功了 这不这样吗 实体也实验成功了 大爷这就说了 要是不行晚年就买个农场 去海南定居 实在不行弄个果园也行 当然了 这些都只有一个问题 没钱 我这干一年马上就就能起来 起来完了 你起来啥 房子起来是说的 你这个买卖起来 起来 咱们说 一年马上 干一年后 干一年马上就这个到海南去 开小农场 小农场连着房子不就得起来吗 就这么说 房子不成问题 我就是干这个干大都能挣钱 就是他都不想买房子 就是这话不是你房子 那话也不想买房子 那我 我就觉得 说来说去又回到了最初点 大爷是啥都没有 就会吹牛 大妈也劝说到不管如何 先买房再想其他的 大爷一听他就说了 赚了钱我肯定会买房啊 现在不是没赚钱吗 接着大爷又说起有人花钱 要买他专利的是 大妈本来是有些失望了 现在一听有人花700万买这个专利 直接就圈大爷卖标 我的建议是啥 这不是有人去买吗 700万我那可出手 我就干一个农场干个别的 或实体别的哈 我有这个钱 我来享受晚年 我还干做个买卖 我一时无忧了 我踏实 你来疫情来什么我都不怕了 我能生活 稳定的生活 我有半了 我有生活来源了 我有资金了 我干什么都行 可是大爷觉得 要是自己做 一年都能把700万赚出来 自己不稀罕的700万 长四个 整个大的 就想找个大头子上 一把猪 多少台 多少 那样想想 你一下不就脱了 你一下一年就在上亿 上亿 现在就比实际的是这样 先别想什么上亿啊 千万的 别想那些 别管是在那个 惠南也好 还在长城也好 还在海南也好 先让你和大姐 有一个多 嗯 能懂吗 懂 家和外事情 你先有个家 你现在想到一场 你再给大姐画了一个饼 嗯 对不对 这个饼什么时候能做出来呢 还不知道 嗯 对不对 可俗话说 听人劝吃饱饭 经过大妈跟红娘的劝说 大爷也算想通了 决心卖掉专利 先买房 剩下的钱做点小生意 对于大爷听选的行为 大妈是挺满意 只要有钱 那咋的都行了 两人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希望大爷真的想开了 不然这段姻缘也学 对于大爷跟大妈 你们觉得他们能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这样一个人 必须得有个保障 必须给存上三千的 两千块钱的那个零花钱了 说什么都不用管 三千两千的就是给你的 还是说 是给你们俩共同滚的养老钱 还是怎么个意思 嗯 给我自己的一个保障 钱是一介良药 具有让人名目张胆的功效 时尚大妈来相亲 张口就找大爷要保障 每个月不给他两三千块钱零花就免贪 今天的相亲针锋对卖忙 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 您好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哎呀 真瘦啊 秦大妈今年五十一 小鸭一字挺牛逼 每月老保四千块 建议买个牙套袋 别看大妈长得瘦 跟她顿顿能吃肉 你孩子多大了 我家孩子今年是二十七岁了 是一个男孩 对对 每天活年 有地下面呢 没有呢 有地下面呢 有地下面呢 介绍一个 那你现在在长春这边 咱们有房子吗 我在这边有房子 在路原区 园林早市那块 六十六块 那个是五十八的 反正两套房子 是能租二千二三吧 家庭就能看多少 二千二百多 太少 但是加起来 加上房租 就也不少了哈 真是被窝里放屁能问能问 短短十几秒的说话时间 大妈愣是甩了七八次头发 比洗衣机还能甩 果然有实力就是豪横 大妈自从年轻时和前夫理了婚 她就独自一人来到长春赚钱 现如今早已是吃喝不愁 就差一个能暖被窝的好老伴 俗话说的好 丑男化妆是对人类的犯罪 帅哥拉是是对地球的恩惠 大妈在择偶方面的要求很纯粹 只需要对方长得帅气又高贵 我是外貌协会 虽然我长得一般人 但是我是外貌协会的 头一甩发一飘 帅哥站好让我挑 一想起未来帅气的对象 大妈就情不自禁露出了洁白的大板牙 那是吃饭不用捣喝茶 下地就能跑西瓜 大妈告诉小红娘 自己其实早就有了心仪的对象 那就是之前已经上过节目的刘大爷 那个叫刘志祥 我就唯一张打手机 我就看见我瞅着外表吧 挺说起 挺符合我心的 就是入你这个外貌协会的眼了是吗 对 所以说的我想了解了解 总有那么一个人 只要冲你一笑就把你打扮了 比如帅气的刘大爷 以及你突然出现在窗外的班主任 既然大妈已经点名道姓第二届男神 那么小红娘也是迅速展开行动 直接就找到了刘大爷的家里 刘大爷今年58 迷得老胎抠脚丫 虽然名字叫志祥 但做人远比姓我的强 别看大爷现在生活过的结局 那是因为人家外面还有三百多万的账没有收回来 是有法院判决数 这我不是在刘大饼 我这我16年以上 我那有法院判决数的 你刚才买卖盒了吧 对对这都 因为这个我不能回到宝 不能来回到 这是事实吧 上一次上节目 然后这个看到网友的评论 就大爷这外貌条件 老太太见了联虎百看不厌 命财臣 见了直接甩了聂小切 孙二娘见了当场 关掉违法包子店 咱该说不说 秦大妈这一波还真够呛 但俗话说得好 别以为男人长得帅就是高不可攀 她也有可能是海纳百川 多的不说少的不浪 赶紧安排二人见面吧 从见到大妈的第一眼起 大爷就是蜡月里的萝卜动了心 那感觉就如同围着火锅吃西瓜 身上暖哄哄 心里美滋滋 而这样帅气的大爷 一般的女人见到也指定的当场迷惑 只可惜大妈不一样 她是二班的 原先吧 在电视看的挺好 现在那个外表体型瘦小 但那个里没有演员 咋没有演员的呢 在电视里跟本人绝对不一样 差哪呢 那好有点老 褶子多 真是流浪和打哈欠好大的口气 买猪看卷 娶媳妇看院 你想嫁富豪 你得先有文化 你想嫁帅哥 你自己颜值也不能拉矿 穿了条连衣裙 还真把自己当小公主了 好在一旁的大爷 也根本没相中大妈 颜值的一块还是好 但是我还是说 我觉得我还是 我女儿说的也是 把颜值放下 我就找个真心爱你的眼 漂亮女人美如花 一下厨房蠢成光 贤惠女人虽然丑 但能给你一顿猪掌 想到这里 大爷还是决定继续坐下来 再跟大妈唠五块钱的 我就找一个 说能懂我那人 是我喜欢的 我别的要求没有 我今天咱俩见面 我看到你了 了解一下 还行 也就是我心中想要那个 也想给你一半吧 哎呀 哎呀妈呀 这个进展在我这来讲 有点太贵了 人挺好的 人通过聊天说话 这人挺好 所以你才说了 她是你心里边 想要选择的一个人 我一再说 我说爸我不去了 我去了 完了万一 人影响你那啥 完了你觉得行 咱差不多要选择 赶紧成个家 真是山羊放了棉羊蹄 羊蹄又骚气 大爷刚刚还在私底下 说大妈颜值一般 这转过头没几分钟 就开始如此大胆的表白 不愧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男人要能靠得住 母猪都能飞上树 但大爷你先别太心急 大妈还有很多问题没问你 我也不知道你有房还是没房 我说了我没有 她现在是在这附近租了一个房子 没有地方住是不可以的 那你说你最起码一个首付也可以 咱这么房子在那会儿 咱们还在那里 那你当时已经听说说她没有房子了 那你为啥还觉得她还不错 还想跟她见一面呢 见一面她演员在电视看嘛 吵着外表吧挺好 我没想见面 就是演员没那么太过关 大妈同样是腰间盘 为什么你就能这么突出 长得帅惹人爱 这样的咋会轮到小老太 那外面有多少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 正嗷嗷待不难 虽然此时的大妈是麻雀落到粗糠里 十分失望 但她仍然抱着最后一丝幻想 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男人找对象我要一个是态度 现在没有说对我找对象 挣钱我把公司交的 或者是我买房子 贴上女人的名字 发展证上 这是一个保障 而不是说你就是到你家来 供下吃穿住 那是不可以的 因为谁也不缺吃住 我是这样一个人 必须得有个保障 必须得存上三千 那是两千块钱的零花钱了 说什么都不用管 所以三千两千的就是给你的 还是说是给你们俩共同滚的养老钱 还是怎么个意思 给我自己的一个保障 真是鸡蛋上刮毛痴心妄想的 大妈的意思很明显 苍蝇虽想 但也是肉 豆腐虽臭 下饭足够 只要大爷愿意每个月 上交零花钱给自己 那这场相亲 他还是可以考虑继续往下进行 可证所谓得意的黎王凶四伙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大爷在那笔三百万巨款 没有要回来之前 他还真负担不起大妈提出的要求 俩人在一起的 就彼此有个信誉度 相信对方 那才能走到一起 完了 那你要说这 这个那的提出那么多要求 我觉得这里头 觉得心里有点不得劲 我就是要一个保证 那如果你要是说过三年二年 外边你再有人了 那你说你给我一脚穿 我白在你家待三四年了 什么也没有 就跟我来吃一船 祝我啊 你说我等总买船 我以为五年六年不买的简单都够用了 我自己也够用了 我找你干嘛呀 你什么都打不了我找你干啥 我说你也不能当免费保护 你要是有钱 那你就是今天的朋友明天的哥 后天领证笑呵呵 要是没钱 那就乌龟买西瓜该滚滚该爬爬 我说大爷 咱也不是练心单的 可尽量别往火炉里跳啊 节目最后 二人因为经济问题没有走到一起 那么对于本期的这对男女嘉宾 老铁们又会有哪些观点和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